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原被告的关系很特殊 原告是四姐弟 被告是他们的五妹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案子 因为五妹妹在一起交通案件当中撞死了他们最小妹妹一家三口 来看一下这个复杂案件的来龙区 这是田家最小的妹妹排行老六的田素华 六妹夫向国梁还有他们的女儿向苏仪 两年前他们一家三口在一起车祸中不幸遇难了 车祸发生在2009年10月2日早上 六妹一家三口和五妹夫妇相约去天津旅游 早上六点多钟 两家人开车从北京房山处罚 车行半路意外发生 在京津堂高速公路上 两家人陷入了多车连环追尾的交通步 事故 事故发生在早上7点40分钟 这是天津市交管局京津堂大队赶到事故现场拍摄的画面 当时由这个物团物团比较大影响了驾驶员的视线 发生了多次象征的这个交通事故 事故当天 被物团笼罩的路段大概有一公里左右 而所有经过物团路段的车辆几乎无一幸免 这个物团造成了有十三四辆 十三四辆的车的这个交通事故 在这次连环追尾交通事故中 幸运的是 五妹夫妇只受了惊吓 不幸的是 六妹一家三口当场死亡 在车祸现场 五妹田素新第一个打电话 将噩耗告诉给了大姐 六妹田素华在田家六兄妹中排行最小 六妹夫向郭良是一名会计师 工作很是出色 她们的女儿马上就要出国留学了 大姐说 六兄妹中 属六妹家的日子过得最恐怖 可是没想到 突如其来的车祸 毫不留情地夺走了这一切 车祸当晚 田家兄妹陆续得知 六妹一家遭遇不幸的消息 当初大家都很悲伤 来不及考虑事故是怎么发生的 可是后来 却出现了令兄妹们 更加无法接受的情况 第二天呢 七二天不是又去了哪了吗 去了监睛了吗 我一问张队那个 我这车祸怎么出的 他说追尾 你这个 你们家这个撞哪 就说老五撞老六 他一前车一后车 这我才知道 田家二姐夫说 他们事后才得知 原来六妹一家的车祸 竟然是五妹开车 追得尾 自驾人撞了自驾人 这个残酷的事实 摆在了田家兄妹面前 你就是照着自己 你把你妹妹和你妹夫的孩子撞死了 你父祖要走 这场车祸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田家兄妹急切地想知道真相 事发时 五妹和五妹夫就在事故现场 他们夫妇应该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可恰恰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却联系不上 五妹夫妇了 我给他打电话还不接 对不对 所有人给他打电话都不接 那么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在天津市交管局 京津堂大队 当时处理交通事故的民警刘伟 向我们介绍了 车祸的情况 这是他妹妹那个车 已经塞到大货车底下 这辆钻进大货车底部的小轿车 就是六妹家的车 车是六妹夫向国梁开的 六妹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他们的女儿则坐在后排座椅上 从录像里我们听到 交警正在向事故现场的目击者了解情况 之前那个小车就钻里面去了 小车钻哪个车里头 转这个拦哪个G2这个车 没不知道那大车几 目击者介绍 是六妹夫向国梁驾车 先撞上了这辆 已经发生事故的大货车 此时 五妹田素欣来不及刹车 又撞上了六妹夫的车尾后 然后才停了下来 这人哪不知道 他俩是一份的 这车人应该也没事是吧 没事 那小车三个人 是他妹妹的 五妹的车刚停下来 一辆面包车就从后面开了过来 与五妹的车发生了寡蹭后 并列停了下来 随后又是来一辆大货车 撞上了这辆面包车 面包车向前移的过程中 再次撞击了六妹家的车 当时你到现场的时候 这个这三个人还有没有生命体征 已经没有了 现场司机们反应 一开始路况很好 后来不知道从哪里飘来的雾 突然遮住了他们的视线 大家都来不及采取措施 恶果就酿成了 当时描述的就是 道路这个前方有雾 是突然来的 突然来的 有的实际降呢 是在四米左右 有的实际降呢 是在当时的雾的能见度 在三米左右 有的还降一米左右 天家秀妹认为 导致车祸发生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高速公路上有雾造成的 那么雾是怎么来的呢 当时高速公路部门 有没有采取措施呢 静静堂高速公路的两侧 鱼塘比较多 另外呢 还有许多的河流狗区 在季节脚踢的时候 温差出现变化的时候 局部低取就会出现一些胃团 交警介绍说 这种间断性物团的产生和消散 都是短暂的 而且面积也不会太大 物团一旦飘上高速公路 被笼罩的路段就非常危险 那天六枚一家 就是陷入了这种物团中 那么针对这种物团 交管部门是否采取了措施呢 临时物团出现的时候 如果我们新他车 发现这种情况 是要采取措施的 在物团签放 设置 警示表制 提示司机 可是这种情况 很少 因为你发现不了这种情况 交管部门解释说 这种间断性物团 随意性很大 来得快 散得也快 它的行程和运行轨迹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很难采取警示的措施 所以 这起事故 属于不可抗力 京津塘高速公路管理部门 是没有责任的 最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认定 五妹田素新 承担与六妹夫相国梁 这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同时 后面的大货车司机 也要承担与相国梁 这起车祸的全部责任 三个人都没了 对吧 我说得说 人家怎么回事没了 就对不提白不提 不行 这国风乱跳的三个人 没了 对吧 咱们也得有个说法 田家兄妹认为 虽然是因为特殊天气 导致车祸的发生 但是 毕竟是五妹开车 追了尾 作为肇事者 五妹田素新 总应该和哥哥姐姐 把事故的经过 原原本本的说清楚 可是 事故发生两年多了 五妹 连一点歉意都没有 最起码 这件事 咋一比 这件事 你要撞到外面 这应该怎么办 2010年3月 田家四兄妹 一起把五妹田素新 和另外事故责任车辆 告上了法庭 要求被告 共同赔偿 六妹田素华 死亡赔偿金 精神抚慰金 和丧葬费 共计60万元 有问题必须得解决吧 对不对啊 那怎么解决啊 解决不了了 那可不就上法庭了吗 我们的目的就是 对我这个老妹夫 老妹妹一家子 入图为安 给弄个说法吧 这是2011年4月的一次开庭 出乎田家兄妹预料的事 作为被告 五妹根本就没有出庭 她委托律师 全权代理 田素新 她本人有新的位置 她当时一激动 难过有这个位置 因为她肯定她妹 她的关系特别好 从车祸发生到现在 已经两年多了 五妹为什么一直不出面呢 采访时 记者联系上了五妹田素新夫妇 在说明来日之后 她们同意接受采访 这个时候 你为什么一直都不出面呢 我就说 先让他们 不懂啊 谁都不出面 谁都不出面 才是在说 费了钱 亲情都不要 五妹田素新说 其实车祸之后 最难过的就应该是她了 因为亲眼见到 自己驾驶的车 撞向了妹妹一家 她有七年目睹了 六妹一家三口 惨死在车里 这种痛苦 她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更是常人无法体会的 而更让她不能接受的是 其他兄妹 现在却想先分六妹家的财产 所以她才一直不出面 这你们俩小时候 你们俩 听说你们俩年龄相仿 是吧 你们俩差三个 你们俩关系最好 对 平时走通 在那找 我又不能说的 你说的 我这眼泪就该散了 就说不上来话了 五妹田素新说 在六兄妹中 数她和六妹的关系最好 他们一起上学 一起参加工作 后来各自成了家 两个家庭的关系 也是最密切的 五妹说 平时他们两家 经常一起外出旅游 可是命运捉弄人 怎么也想不到 两年前的那次旅游 竟然是姐妹俩的诀别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民法学者叶林教授 叶老师 这个案件导致出现多车连环追尾 是因为特殊的天地现象 交管部门也说 这团雾是突然出来的 那么在突然出现这种雾的情况下 交管部门理论上来说 有没有能力来采取什么措施 应该说 金金堂高速路本身 它就在不同的路段上设置了一些 比如说多雾区或者是沉降带 这样的警示标志 所以可能在不同的路段情况会不一样 常规来说它已经设置了 但是很少说因为某一团雾的到来 而在单独的设置一个标识 在这个案件当中 临时飘过来的这种偶然的一个雾的状态 我觉得作为高速公路的运输管理部门 或者道路管理部门 很难采取非常及时有效的措施 所以从这个案件当中我倒看不出 公路管理部门有什么明显的失职的地方 按理说交通肇事这个事件发生 也比较长的时间了 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作为一个家里面的亲兄弟姐妹 这个事情就老是处理不下去 到底那个癥结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后续调查 田家兄妹状告自家五妹的案件 还在审理之中 又有一伙人把五妹田素欣告上了法庭 那就是车祸中去世的六妹夫 向国良的三个哥哥 他们要求五妹田素欣 面包车和大货车司机 共同承担六妹一家的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和精神抚慰金 共计87万元 不愿意做 因为这个总归是占钱 不愿意到这 事情给逼得这 现在谁也找不到 包括他们那方 他们也找不到 向家三哥说 弟弟向国良一家出了车祸后 田家的五妹田素欣作为肇事者 不但没有歉意 而且根本不出面承担车祸的责任 回忆起两年前的事故经过 向家兄弟都很是难过 下午很晚了 我接到这个 我们村书记一个电话 说你们那个 说这个谁谁 可能出事 向家兄弟说 挂断了村书记的电话 他就赶紧打弟弟向国良的手机 电话拨通后 却没有人接听 听到弟弟向国良一家三口都遇难的噩耗 兄弟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更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 弟弟向国良一家是早上七点多钟出的车祸 而他们得知这一消息已经是十几个小时以后了 得让这哥哥姐姐知道这点真相 是吧 到底怎么死 怎么死 就真是你创上去的 我们也不可能让你偿命吗 我们只能说双方这个当哥哥当姐姐 都是这个想法 只能说知道一真相 向家兄弟认为 因为他们不知情 所以没能及时赶到事故现场 更没有机会了解事故的真实情况 田家五妹和五妹夫不及时通知的做法 对他们兄弟太不公平了 所以我们从那这就怀疑他现在隐瞒真相 但是我们又没现场 我们又没有证据 我们一直就在等交警队的这个鉴定 不管怎么说交警的鉴定 我们也相信 在弟弟向国良的事件报告中 向家兄弟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第一次追尾只会对向国良造成冲击损伤 而不会对他造成挤压 向家兄弟认为 弟弟向国良开车 与大货车追尾 这次撞击 弟弟向国良很有可能没有死 既然是这样 五妹田素欣夫妇在现场 为什么不及时施救呢 那么车祸现场究竟是什么情况 难道五妹夫妇真是见似不咎吗 五妹田素欣夫妇说 当他们的车追尾撞上向国良的车后 向国良的确还活着 但是按照当时的情况 根本没有办法施救 交通事故认定书里说 五妹田素欣开车追尾后 一辆面包车与五妹并行停了下来 这个时候从面包车里下来七个人逃生 随后驶来了一辆大货车 撞上了这辆面包车 面包车前移时再次撞上了六妹夫的车 所以向家兄弟认为 五妹夫妇应该有充足的时间去施救 后来小客车那几人都能下来 他不能下来 他们俩什么伤都没有 那么事故现场到底是怎样的呢 有没有时间 有没有条件救人呢 交警刘伟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撞到这个大货车尾部以后呢 向右甩过去了 事实修事讲 他也没有这能力去救他 因为当时车撞完以后 后尾部已经翘起来了 已经折叠了 这个车已经折叠了 从四五十度角了 他也没有这能力去救他们 我们到那时候以后 后来也是经过这个采截现场以后 才把他们弄出来 这就是当时的救援现场 在多次撞击之后 这辆车的尾部已经严重变形了 最后 消防队员用切割机解体了车辆 才把六妹家三口从车里救了出来 六妹和六妹府双方的父母 都已经过世多年了 所以在处理六妹家的后事上 无论是田家还是向家 都是兄弟姐妹们出面 就在田向两家交通肇事赔偿官司 还在审理的过程中 向家兄弟和五妹田肃欣夫妇 又产生了新的矛盾 矛盾的焦点 就是究竟该如何处置 六妹一家的财产 那么六妹家到底有多少财产呢 没多少财产 顶多家里有个十万万万总款 对不对 咱们弄点就这点房 别的已经没了 还有什么 房能值多少钱 房也就几个七八十万万块钱 都看看贵头都打上了 人们都拍得到了 这就是六妹家的房子 2011年4月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法官 到六妹家做财产评估 田家兄妹和向家兄弟也都到了场 六妹家的财产除了这套90多平方米的房子 还有一些家用电器 五妹夫妇打算 用六妹一家生前的财产 买墓地的做法 遭到了向家兄弟的反对 五妹夫妇说 他们夫妇的想法 才是真正站在死者六妹一家人的角度上来考虑的 这一家三口生前创造来的财富 死后应该用来给他们买一个墓地 让他们一家三口入土为安 而其他亲戚的做法明显是另有打算 他个人不容易 要就买回老家里 对 这个观点很明确 就要分类一眼 就在五妹夫妇和向家兄弟 为如何处置六妹家的后事 僵持不下的时候 田家兄妹也加速到了这场纠纷当中 你说买墓地吗 他就想拿他的遗产来买墓地 我说你讲让你对不起你妹 对不起你妹夫 你们家有钱 我说你给他买一万 你给他买一千万我都不玩 你说你有钱啊 对不对 我说你不会买 你老家拉拉的遗产买墓地 我说你什么墓地 你看中国的传统 就应该买的 诺业归根 诺业归根 然后买的成统 是吧 大家都说想让死者入土为安 但事实上 六妹一家从遇难到现在 已经两年多了 还是没有安丧 兄妹们还在争执之中相互指责 谁心里怎么想的 反正一说话就能流露出来 现在的这种状况 之所以会出现彼此的指责 好像又都和钱分不开了 那么这会儿 处理这个六妹家的这个遗产 到底谁能够成为一个稳妥的 让大家都放心的 并且在法律上站得住脚的 那么一个监控者 或者是遗产的保管者 暂时的保管者 因为确确实实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对财产的期待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实际上完全由这亲兄弟姐妹几个人 选出其中的一个人 可能大家都有不放心的地方 所以作为一个替态性的办法 当然除了兄弟几个人之外 找出兄弟姐妹几个人 找出一个真正的代表者 能够代表大家去公平地处理 这个善后事宜的人之外 你还可能考虑 比如说能不能请一个律师 比如大家共同请 不是说张三请李四请 然后王五不请 而是说律师费用是大家均摊的 那么他能不能代表 全体的人来共同做这件事 这理论上是有可能 那如果未来真的到了 遗产分割的时候 到底是谁有资格 谁有权利来分遗产 应该说我们国家继承法 规定了两个基本的继承顺序 第一个就是配偶父母子女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 应该都说都没有了 所以实际上就退到第二继承顺序了 就是祖父母外祖父母 孙子女 从孙子女和兄弟姐妹 所以应该说五姐妹 或者五姐弟 那么这五个人实际上 都具有完全同等的继承顺序 还有那家呢 那一家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们首先要把 死者夫妇的共同财产 做一个分割 做了分割以后 那么如果属于南方的 那么南方的那一家的人 大家均等的 那家兄弟姐妹去分割 如果剩下的部分是女方的 那么女方的五个姊妹 或者是兄弟姊妹 大家一起去分 所以别把它搅一块 对吧 先是把夫妻的共同财产 分割完 对 各自的遗产 再讲遗产的分配的问题 对 那接下来这五个兄弟姐妹 在分这遗产的时候 是不是又会有问题 五个人分遗产的时候 理论上讲 可能这个案件当中表现出来的是 大家希望更多的财产 用于分配 而不是更多的财产 用于这个善后 安葬 对 这样的话可能在这一点上是有分 有点分析的 但是总的来说 在减除了安葬的费用之后 剩下的部分大家是均摊的 您从一个专业人士的角度 旁观这个事情 您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复杂的案件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需要 是需要冷静的一个案件 不要再处理这种 死者既然已经去了 我们应该怀这种敬畏 无论这个死的原因 是由于我们的 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 还是有一天在人活 或者其他的原因 我觉得应该尊重死者 在这个事情得到妥善解决的前提下 只要是冷静的 合理的去处理这件事 我觉得没有什么难的 2011年9月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对田向两家的交通肇事赔偿案 做出了判决 被告五妹田素新和另外两名赵氏司机 共同赔偿 田向两家 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分别是32万元和68万元 因为这么一个事情 让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 发生裂痕 甚至彻底断裂 其实不是一件 划得来的事 毕竟 血浓于水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叶老蔡先生讨论 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明天见 明天见